刊登在《自然》期刊的研究报告指出,谷歌研发的人工智慧系统AI透过乳房X光摄影,判读女性是否罹患乳癌的表现超越了医生,但这不代表AI可以取代医生,因为至今尚未临床使用过。此外,最后的诊断工作还是必须交给医生负责。 乳癌是女性的第二大癌症死因,但是当前乳房X光片检验并不完美。五个病人当中就有一个未能正确塞出,而且还有许多妇女明明没有问题,但却被验出罹患乳癌。 谷歌的个人健康信息集中服务Google Health与伦敦帝国学院、英国国民健保NHS的研究人员合组的国际团队,以英美两地2万9千份乳房摄影设计并训练AI系统识别乳癌。 结果是这套演算法,研排X光照片的表现,胜过了六位放射科医生。 研究人员以两万五千八百五十六张英国妇女,三千零九十七张美国妇女的X光照片给AI进行测试, 结果显示美国乳癌病患未被发现的几率减少百分之九点四,英国减少百分之二点七。 为阳性,也就是病患未罹患而一症,检验报告却错误呈现阳性的比例, 也分别降至百分之五点七与百分之一点二。 至于这是否代表AI就此将可以取代医生答案是否定的, 目前这套系统还在研究阶段,尚未临床使用过, 此外最后的诊断工作还是必须交由医生负责, 但研究人员指出AI可以免除需要两名医生判读的程序, 从而减少医生的工作量。 记者王惠文这里报道。